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初就是我阿公 他想要去宗教白景的网站投票 那时候阿公请我帮他投票 那网站上面怎么投都进不去 后来我就去知识家上面查 就发现说宗教白景这个网站是可以灌票的 经过民众投诉方式询问网路工程师 工程师认为这个网站只要靠一些手法 就可以大量进行灌票动作 这个投票网站 它主要是以email认证跟身份证认证 还有下方的验证 那我们可以透过网路上搜寻得到的 身份证产生器 只要按下产生 它就会产生一组身份证 那我们再使用 信箱产生器 那这个信箱我们就可以拿来 使用在信箱认证的部分 原本内政部的美意 却因为灌票情形变了掉 内政部删除无效票源过后 名次也大大洗牌 不过内政部关机前关机后 选空法式始终保持票数第一 投票日期剩下最后10天 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投票过程 不要再让灌票情形再次发生 记得周春宇台南报道